点击上方红色字,关注,我们,油价11月16号又将降价,油价又要下跌,对于油车一族真的是太开心了,油价或将创年内最大跌幅,下一轮成品油条价将在11月16日24时开启,又望两年跌。 油价最新消息,11月3日全国油价下调后,车主们明显感觉到,压力渐轻了很多,现在习一轮国内成品油计价周期又开始了,好事连连,油价就像过山车,长够了,现在该下滑了。 数据写是,截至国内第一个工作日,综合原油品种变化,率为-5.77%,当前预计油价下调月251元每吨,调价时间被2018年11月16日24时开启,四连涨后,现在有望两年跌了,11月份我有三次调价窗口开启,两年跌有望,大家是不是更希望三连跌呢? 当然我们的想法和大家一致,不过还要看后期市场走势,截至11月2月周五收盘,美元油售于63.14美元每桶,不原油售于72.83美元每桶,将近一个月美元油下跌了13.27美元,不原油下跌了11.33美元,付,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器,才有最高零售价格啊,好期待这次油价能再降。 这样寒冷的冬天到来,开车也不心疼油仪,快把好消息转发给你身边的车主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